美妝類 嗨嗨 我是Gini 今天的單元非常的令人興奮 因為是我的日本戰利品 那我這次呢 是第一次去日本的大凡 是第一次 也是第一次去日本 我沒有去東京啊什麼都沒有 就是第一次到日本的領土上 來看看我買了什麼吧 我先從美妝類開始好了 唇彩我覺得我很乖 只買了一支 只有一支耶 我好驚訝 我以為我會發瘋買好幾支唇彩回來 其實還好嘛 我就是一支 我是直接試了架上的試用品 覺得很不錯 顏色也很喜歡 然後它整個開架的櫃 也讓我覺得很清新漂亮 我就買了 它是水潤型的唇膏 有一種法式裸粉的感覺 但是呢又不完全裸色 還是帶一點點 莓果色調 不用擦護唇膏也 可以直接擦 完全不用怕太乾 或者是擦了會乾裂之類的 它就是非常水潤型的 裸色調 是不是有一種法式裸粉的感覺 但是呢又再更 甜點霉紅色的存在感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非常適合淡妝的時候使用 而且它非常的滋潤 真的你不用護唇膏 我剛才都沒有擦護唇膏 我直接上也OK 如果是平常比較有妝感的話 我不會只單擦它 我會喜歡再加 比較重的唇色來做搭配 這個顏色我真的很滿意 我買回來的這幾千這陣子 我都會帶它出門 覺得很耐看 但是就是妝感重的時候 我不會單擦它囉 再來呢是日本一定一定要買的 滋生堂的睫毛夾 而且我還做了一個記號 因為它跟台灣的滋生堂睫毛夾 根本就長得一模一樣啊 我在家裡放在一起 根本就是會搞混 所以我就幫它做了一個記號 這個是大家非常一致好評推薦的滋生堂睫毛夾 它的確跟台灣賣的不一樣 就是大家要注意那個 注意那個型號 它的確跟台灣賣的不一樣 然後我實際夾起來了兩隻 真的有差 它真的可以很輕易的把睫毛夾翹 我在日本逛藥妝店的時候 很多間都有賣這隻睫毛夾 但是有價差 最便宜的還是吉安殿堂 一隻好像是500元日幣吧 但是我在其他藥妝店 有看到700元日幣一隻的 所以大家去日本購物的時候呢 可能就可以稍微逛一下再決定囉 我現在就是把睫毛夾翹了 但是還沒有上睫毛膏 這次買了三隻睫毛膏回來 我不是一個很愛買睫毛膏的人 但是我最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有點心血來潮吧 很想蒐集很厲害的睫毛膏 我買了戀愛魔鏡的白色打底膏 以及捲翹款的黑色睫毛膏 還有就是Visay的鮮長款的睫毛膏 它這個打底啊 它是寫說溫水就可以卸掉的 像這樣 它是粗的刷子 它是捲翹款的濃密捲翹 它是捲翹款的濃密捲翹 然後這一隻眼睛是Visay 刷出來的感覺 兩者比較起來呢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戀愛魔鏡啦 我覺得它可以把我的垂睫毛給撐起來 買了一支咖啡色的眼線液筆 咖啡色 它的出水量我覺得剛剛好 就是你不會一畫然後跑出太多 顏色雖然是蠻多選擇的 有比較深的咖啡色 也有比較偏向紅棕色的咖啡色 那我這個呢就是紅棕色 可以畫出非常細的眼線 然後呢它的持久應該說 它的不暈染程度我覺得是普通 就是我出油出汗的時候 它還是蠻容易暈 可是不會暈到非常誇張 或是整個消失不見 不會 它還是會存在 再來是防曬 因為我這次去日本忘了帶防曬乳 我就買了一罐 我平常在台灣就很愛用的 專科的 身體防曬乳 日本的價格嘛 也是差一點點 蜜你的止焊劑 最近有一點點 算是小火紅嗎 還蠻多人在討論這一罐的 它很特別 它裡面是水 液態的 味道呢 沒什麼味道 也不會涼涼的 就是一個自然清爽的味道嗎 反正沒有香味就對了 它一個我記得是 賣八百元的日幣 我現在還沒有用 之後呢再跟大家說好不好用 再來是香水 這塊香水好像還蠻 網路上還蠻好評的耶 但是我從來沒有去想要買它 或是想要試它 但是這次呢 我就在日本的藥妝店看到它的櫃 覺得整個櫃看起來很可愛 我就是一個很容易被包裝迷惑的人 然後呢 它這一個我記得它是寫 人氣商品第二名 下上的我都吻過一輪了 最後我選擇的是這個 第二名的這一味 它的味道你這樣子吻 我覺得還好 你要噴出來 就是噴在空氣上吻液 這種剛洗完澡的清香 真的蠻好聞的 就是很清爽舒服 如果在別的女生身上 聞到這個味道 會覺得它很可愛 然後很親切的感覺 因為它不是那種濃郁的味道 它是非常舒爽的果香 很推薦這個味道 真的很像剛洗完澡浴室 搭配沐浴的味道 我很喜歡 Orator的牙膏是我之前就有提到 一直非常愛用的牙膏 因為它的薄荷味不會太重 就是它的涼感不會太誇張 剛剛好 刷起來的泡沫又很細緻 你就會覺得 好像可以把牙齒刷得很乾淨 味道我也很喜歡 再來呢 是我認為架差非常大 一定有買回來 孝敬我媽媽的 滋生糖的保養品 這一罐是 呃 滋生糖的抗皺的系列 然後呢 我就發現 哇 架差真的很大耶 應該說我發現日本滋生糖去藥妝店 你會覺得 欸粉餅啊 適底乳 割哩乳 那一些 還有口紅 的價差 沒有很大耶 可能價差不到100塊吧 就幾十塊 但是保養品的價差蠻大的喔 這一罐的價差真的是 我記得是 差好幾百塊台幣 如果你本身就很喜歡自身糖的保養品 或是 媽媽阿姨喜歡 那真的可以考慮到日本買 自身糖的 膠原蛋白粉 這一款其實出蠻久的 到網路上可以搜尋到很多評價 你把膠原蛋白粉單純的加入 擺開水裡面喝的話 我覺得味道是可以接受的 不會有腥味或是覺得噁心 但我呢 大部分還是喜歡配在豆漿裡面啦 然後溶解速度極快 也不會結塊 就是很多膠原蛋白粉 我把它加進牛奶或是豆漿裡面 它都會結塊 但這個不會耶 它是溶解速度超快 就好像你根本沒有加過東西 在那杯豆漿裡面一樣 蠻喜歡的 喝了又沒有腥味 我在日本的LORIS PHONE買了 這個髮帶 我的是綠色了 然後我送給肉依當生日禮物的是粉紅色 夏天好可愛 每次出國必買襪子 這雙是紫色的 後面有蝴蝶結 我真的看到蝴蝶結 我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抵擋這個 真的太可愛了 有一點透膚的 花朵的白色長襪 好裙擺的感覺 在襪子上 好可愛喔 然後再搭配牛津鞋 一定很可愛 衣服的話 我身上現在這件也是 在那邊買的 我這次到日本 列入行程的必去的一個點 就是Mary Jenny的專櫃 它在台灣沒有櫃 它們家是走比較可愛 花俏又帶點復古的路線 完全就是我的菜 你知道我去那間店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發瘋了 非常喜歡 每一件我就覺得好看好看好看 每一件我都很喜歡 然後店員的打扮也非常喜歡 我在IG當時就有分享店員的穿搭 逛到這件洋裝 就覺得就是你了 木耳邊實在太可愛了 覺得它很能修飾小胸骨 它有一種睡衣的感覺 但又不是睡衣 就是一個短袖洋 我在Mary Jenny只有買一件 他們家的東西真的不便宜 我就覺得 買到一件我已經滿意足了這樣 然後呢我在Vigo還有買一件裙子 牛仔裙 然後它後面是有鬆緊的 我在日本買了就直接穿了 而且還沒帶剪刀 這個沒辦法剪掉 我覺得這件還蠻便宜的耶 好像是日幣1200元 就是算是平價型 百元台幣即可入手 還買了一件牛仔褲花朵的 而且這是ZARA的 為什麼去日本逛ZARA呢 便宜一點點 我當下 因為本來就想買一件 牛仔短褲 然後呢我就去晃了一下 順便比一下台灣的價格 的確是差了一些些 就差了不到200元吧 我記得 就差了一點點 它的褲管啊 是做斜下去的 大家有看到嗎 斜下去 這邊 它是做這樣子的 然後呢 這邊比較寬一些 然後就可以顯得大腿 好像比較細一點 這樣 然後另外一件是 連身褲 綿料的連身褲 好舒服喔 我就是看準它很舒服才買的 這樣這樣子的 這樣看不出來 連身褲 衣服的話呢 就是這四件啦 你在機場就買得到了 但是呢 我在京都清水寺那一邊的商店街 發現了水蜜桃麻糬 只有它那邊才有賣 也是我在京都清水寺的商店街 買到的煎餅 它是 看這兩個意跡就知道 很辣 一試吃就覺得 喔 好好吃喔 真的非常重口味 鹹沒有錯 然後也蠻辣的 可是 我就會想要一塊接一塊 很耍嘴這樣 就是重口味的人一定會喜歡 好脊肉 其實我對脊肉也沒有很迷戀啦 但是這個真的蠻好吃的 重點是我家人很喜歡 好香喔 水梨口味 也這樣子的蒟蒻放在包包 我一點點小餓的時候 隨手拿出來吃 還不錯 再來是這個非常有名的餅乾 我買了 玫瑰 是玫瑰嗎 玫瑰杏仁果紅茶口味 是這樣嗎 它上面寫 期間限定 你們看它 它是不是長得蠻美的 它擺在那個 如果是要辦什麼Party 擺在那種白色吃飯上面 真的是蠻可愛的 很嫩嫩的 真的有玫瑰香 真的蠻好吃的 而且很特別 但是硬要說的話 我還是會選最基本款的抹茶口味 聽說 有點難買的味覺糖 藍莓版本的味覺糖 吃起來跟之前的味覺糖是一樣的 就是軟軟的 果實的感覺 然後外面有一層巧克力 我覺得很好吃耶 這個藍莓不會酸 是有微微的藍莓味 然後搭配巧克力 我覺得好合喔 我蠻喜歡酸的 所以這個乾燥的莓果子 我也買了一包來試試看囉 很像肉乾 嗯 很鹹 酸 還好 很鹹 好吃 蠻適合下酒的耶 買了一包乳酪條 覺得 日本的乳酪條是不是特別好吃呢 就是很普通的乳酪條 呵呵 所以不用買沒關係 去環球眼神 你真的會很想要一個同事 我承認 很像要跳民俗舞蹈 但是很好看 很可愛啊 民俗舞蹈錯了嗎 民俗舞蹈沒有錯 有一種 要去夏威夷的感覺 再來是 要送我侄女侄子的 小小兵的 餅乾 因為我就想說 要買一個 裡面東西吃完了 可愛的包裝 還是可以保留在家的 一個伴手裡 兩個 很可愛 我覺得 要買筆的話 要買這一支 因為它按了會 它按了會叫耶 我覺得非常值得購入 而且還是原子筆 它還有一個 環球眼神戰利品 是它 跟我的包包很搭 其他的戰利品啊 就像是有一些藥類啊 一些朋友托我買 然後我也順便幫其他人買的 藥 例如 很有名的感冒藥 我吃過它 它拿來急救 真的很不錯 但我覺得 生病還是要看醫生喔 我剛剛還漏獎了一個東西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有點可愛 bben的軟糖欸 食物 麻糬我就不一一吃給大家了 因為真的是 蠻多盒的 我想說 想大家應該也沒興趣看我吃麻糬吧 好啦 以上就是我的 占利品們 影片的最後呢 就來送禮物啦 這次去日本呢 準備了 兩樣 小禮物 要來送給大家 貝果的襪子 它雖然沒有到非常昂貴 但是真的很可愛 立體某某的愛心喔 另外一樣禮物呢 也剛剛出現過的 唇膏 這一支跟我剛剛示範的色號是不一樣的 但是這一支也是限定色 然後是偏橘的感覺 那怎麼獲得禮物呢 只要呢 你幫我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就有機會獲得禮物啦 接著呢 再到下面留言 留言給我說 你也想要小禮物 這樣子就有機會獲得禮物啦 在影片發布後的三天內留言 都可以參加抽獎喔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請訂閱 按讚 按讚 按讚